刚刚的数据呢 那你觉得这两队的实力如何 觉得迎面比较大 这是绝对是一场大战 因为尤其是有英格兰嘛 是我们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第二个组队 因为我们是英殖民文化的那个国家 而且英格兰的我们大马的球迷 在英格兰的球迷是非常多的 那个英格兰队的那个球迷 所以呢这次 而且他们的实力呢都非常的 两队的实力相当 这一场绝对是一场五五波 是一场焦点大战 而我个人认为 我会更倾向于说英格兰会 如果分出胜负的话 我会更倾向英格兰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英格兰 他们这一届的那个心理的 那个负担那个压力 可能没有这么大 因为以往呢 他们都是往往都被奉为那个热门嘛 逢大赛他们就是 往往都是被奉为那个夺冠的热门之一 但是往往都是人生大一点小 就是常常可能大赛啊 他就是可能在小组赛 或者是最多也是到八强而已 他就常常都会被淘汰 就是都是差强人意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 造成他们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他们往往都是 可能被对外界高估他们的实力 他们可能他们名气太大 因为我们对英格兰 因为英超的那个就是他的英超联赛 在全球的那个关注呢 那个程度很高 结果大家都有一个就这个一个印象 就是刻板印象会觉得 哎这个名气这么大的球队 他们的实力应该会很强 应该会是是可以走到很远的 可是他们其实真正的实力可能就是 还在在在一定的水准而已 没有说特别的强可以到去多关 所以呢他们到面在大赛 面对那些强强队的对手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打回原型 可能就是这样 可能是这个情况 可是呢 嗯对可能就是 反正这一届呢 他们的那个名气呢 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大 因为球星 因为好像对球星 好像说你现在能知道的 也就那几个啦 可能最出名的Baccum嘛 Baccum没有了 对对一定很失望嘛 对不对 所以可能就反而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的心理 就是可能他们目标也没有这么大 他们人家对他的那个期望也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们可能他们的那个压力 心理压力就可能觉得 哦还好 可能放轻松去打 可能反而更有利他们的发挥 反而有突破吧 有突破的机会吐气一样 对对对 而且还有老中少 啊对 对 他们这一次的那个年龄 老中少 他们的那个年龄的结构也很合理 尤其是对中有一些年轻的群人 比如说是那个巴克利 或者是那个斯特林 他们的表现都很好 就是在他们的联赛里面 所以他们可能今年这一届呢 会有一个意外也说不定 意外的收获 那至于意大利的实力方面呢 意大利呢 他们就是呈现出一个 自从2006年夺冠之后呢 他们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滑 就是他们 比如说上一届的世界杯 他们就在小主赛就 只不小主赛 打不进淘汰生命 不能不能突围 然后呢 虽然他们在2012年 就是两年前的那个欧洲 被他们忽然意外的杀进了决赛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综合来说 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 那一个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都不觉得 忽然间会很意外 意大利这样的情况 很弱 那时候 他的表现很低迷 结果打进了决赛 所以 这个情况就是 可能就是弹怀一线而已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这一次 他们打到 来说这个世界杯的话 赛前的那种热身赛 他们表现是很低迷 虽然是他们世界杯前的 那个最后一场热身赛 他们是赢球 可是呢 之前他们一直有 曾经好像是有一段期间 是连续六场都没有赢球的 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 一个状态 而且他们最大的一个勾病 就是他们逢大赛 他们的表现 都是会呈现比较慢热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还是传统 很慢 而且所以这一场是第一场嘛 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睡醒 我也不知道 也有可能状态不温 可能就 可能英格兰就可以投机 拿到一个一场胜利 也说不定 那我相信呢 每一个这个球迷心中 一定是有一个比分 林飞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这一场英格兰 综合我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实力相当 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如果 我更倾向英格兰会赢 所以赢的话 应该就在一球之内吧 就是可能一零啊 这样 因为两队的进攻 能力都不是很强 是时候我们要问问题啦 然后问题来了 问题一就是 根据球评呢 球评认为谁最有胜算 然后是多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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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